2021年德云社的跨年演出已经结束 而我们脑海中还回荡着去年跨年演出的精彩瞬间 在去年的跨年演出中 孔云龙的八马卦无疑是最大的亮点 一句瓦蓝蓝的天上飞老愣 让孔云龙一战封神 而今年跨年最大的亮点 无疑是郭德纲 于谦和岳云龙一起合作的三人情 岳云龙完全被老两口玩坏了 舞台上打郭德纲脑袋 混沌的毒音暴露了岳云龙的籍贯 而岳云龙用河南话说相声 你还有什么要表达的没有 成为他在北展剧场演出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这句话也是观众笑声最多的 岳云龙的籍贯是河南浦阳南乐县 这好像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 然而每次都要说自己是北京人 每每说到这里 台下观众的嘘声响彻剧场 岳云龙从来没有不认自己不是河南人 并且多次把河南话用到了自己的作品中 这是对家乡热爱的象征 德云社今年的跨年演出也算是众星云集 岳云龙和郭德纲 于谦分别演了两个节目 其中他们和说的群口相声最可乐 群口节目的名字叫三人情 其实就是岳云龙说了一段 郭德纲早年间创业的不容易 当岳云龙讲到一场庙会演出时 岳云龙迎来了演出的高光时刻 庙会演出一般天气都比较冷 烧饼就给师傅郭德纲买了一碗馄饨 河南话都是这么说 这时郭德纲拦住了岳云龙 纠正一个字的发音 馄饨 在那会儿烧饼给您买了一碗馄饨 买了什么 馄饨 您听了什么了 买了馄饨 老北京人说话就这样 接近郑州方言 给您买了一碗馄饨 馄饨 你再说一遍 小叔你再说一遍 烧饼去买了一碗馄饨 我刚才斗叫馄饨 咋啦 岳云龙从小在河南长大 虽然在北京打拼多年 但家乡话是永远改不掉的 岳云龙一直说馄饨 无奈 岳云龙最后说自己给师傅买了一碗汤 烧饼给您买了一碗馄 给您买了一碗饺子 我就想吃馄饨 聊点别的吧 给您端过来一碗汤 一碗汤 大冷干我来碗汤 把馄饨都吃了 群口节目把三个人的特点都展现出来了 岳云龙的叙述 郭德红余谦的插科打歌 三个人配合的完美无缺 郭德红说过 我字系列节目和你字系列节目 都是在那个艰苦的岁月中创作出来的 现在回头听 还依然觉得回味无穷 馄饨只是岳云鹏 用河南话 制霸北斩剧场的开胃菜 后面的相声 人鬼情未聊 才是整场跨年演出的高潮 你还有要表达的没有 成了北斩剧场最经典的一句话 岳云鹏的走红 都是靠自身的实力 他创作出一个又一个的作品 说明一切 人鬼情未聊这个作品 岳云鹏不是第一次演 在北斩演出前 岳云鹏曾在小剧场演过两场 小剧场一般做两三百人 每一次在小剧场的演出 都是最作品的重新审视 更改 这次在北斩剧场 面对三千人的观众 岳云鹏表演这个作品 更加的有底气 有信心 岳云鹏创作的作品 在你还有什么要表达的没有 这句话中展开 剧情的发展 反转一切水到渠成 每一次说这句话 都是观众最开心的时刻 也是岳云鹏用唱歌解决问题的时候 每当岳云鹏用流利的河南话 说出歌词的时候 总是那么开心 那么自豪 前年岳云鹏在北斩剧场的科研 去年孔云鹏在北斩唱 瓦蓝蓝的天空飞老愣 今年岳云鹏在北斩剧场说 你还有什么要表达的没有 每一年的德云社 北斩跨年夜都有新的爆梗 这些爆梗也见证了德云社 演员的进步 如今岳云鹏在舞台上的表演 也越来越游刃有余 胆子也越来越大 特别是在跟师傅合作中 岳云鹏更是胆大包天 不仅直呼师傅为德纲 还在舞台上打郭德纲的脑袋 站在舞台上的郭德纲 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 摸着自己的脑袋 表情凝固住了 反应过来后 郭德纲转身 仰手追着岳云鹏要揍 逗的现场观众 也是捧腹大笑 欢乐十足 相声演员是靠自己的实力吃饭的 长相并不好看的岳云鹏 身材并不高的郭德纲等 都在续写相声演员的传奇 德云社演员的每一次进步 都有观众的见证 如果德云社演员 都像郭德纲 岳云鹏一样 是个实干家 那么德云社成为百年老店 指日可待